1955年 考古学家在西安 发现一唐朝官员的古墓 墓中出土两宗墓之名 其中一个墓之名 已经难以辨认 而另一个墓之名却显示 此墓是大唐左神侧军 散兵马使苏良 与其妻子马士的合葬墓 而更令学者们惊奇的是 此墓之名不仅有汉文 同时还有一种古波斯文字 巴列维文 经过试读 明文的汉字部分 大约有44个字 翻译为白话文便是 左神侧君散兵马使苏亮之妻马士 于贤通15年亡故 享年26岁 之后 学者们试读巴列维文 发现与汉文略有出入 此王族侍者 左神侧君 骑兵之长苏亮之女 马西施之墓 十年26岁 愿你能回归光明天使 阿胡拉 马兹达的怀抱 在天堂享受平静与安宁 首先 学者们得出结论 墓主苏亮与妻子马士 并非汉人 而是波斯王族后裔 若要说苏亮或许还是个波斯王子 有西方学者认为 苏亮乃是萨珊王族 苏人这个名字的音译 在唐太宗年间 西亚大国 萨珊波斯帝国 受到阿拉伯人的攻击 屡战屡败 几乎要灭亡 为此 波斯国王向唐太宗 李世民上标求援 而唐太宗 因路远而没有同意 此后 波斯王子 贝路斯 三次赴唐求援 但当时的皇帝 唐高宗 均选择了拒绝 只是将其 策封为波斯王 将波斯地区 变为唐朝的 波斯都督府 然而 当时波斯故土 已经被阿拉伯人占据 贝路斯 不过是个光感司令 最终 贝路斯 不得不灰溜溜地 从呼罗山地区 返回长安 做起了唐朝人的臣子 从此以后 波斯末代皇族 以及追随者 就开始在长安 生息繁衍 形成了独特的波斯社区 形成了奇特的风俗 其中最为独特的 便是他们的拜火教信仰 拜火教 也叫索罗亚斯德教 此宗教相信世界 是由光 暗两种元素组成的 因此 他们崇拜光明神 阿胡拉 马兹达 同时 也崇拜他的象征 圣火 我们所熟知的明教 便是拜火教的一个分支 贝路斯入堂后 曾在长安 建立了多座拜火教神庙 并心火相传 不过 到了唐武宗年间 这些拜火教神庙 受灭佛运动前连 几乎全部遭到关闭 然而 从苏亮穆志明的文字来看 这些波斯移民后裔 仍保留了拜火教信仰 仍然崇拜光明神 阿胡拉 马兹达 不过 值得一提的是 学者们 还从两种文字的碑文中 解读出一条相当重口的信息 根据上文的黑体字 大家应该发现 汉文和巴列维语名文 部分出入不大 两者的最大区别 是汉文部分 说马氏是苏亮的妻子 而巴列维文部分 却说马氏是苏亮的女儿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开始 中国学者认为 应该是碑文写错了 然而 熟悉波斯历史的日本学者 伊藤易教却认为 此碑文并没有写错 按照拜火教习俗 马氏很可能既是苏亮的女儿 也是他的妻子 在拜火教中 有个非常奇葩的习俗 名为圣婚 拜火教认为 近秦之间结婚 有助于保证血统的高贵 血缘关系越亲近 信仰就越虔诚 以萨珊波斯诸帝王为例 阿尔达西尔一世 便娶自己的姐妹为妻 而沙普尔一世 沙普尔二世 都曾娶自己的女儿为妻 根据中国史书北史 也曾有波斯多姨姊妹为妻妾 自于婚合的记载 因此 我们可以大胆假设 即使在唐朝生活了近二百年 长安的波斯王族后裔 仍保持了内部血亲结婚的传统 有人就要问了 既然苏亮和马氏乃是妇女 为何不是一个性 学者表示 马西施 其实是波斯女性常见的名字 马西斯的音译 她并不姓马 值得注意的是 在崇尚礼教的唐朝 妇女等近亲婚配 是极端严重的罪名 被称为内乱 是传统十恶罪行之一 而十恶是常设所不原的重大犯罪 所以有十恶不赦的说法 因此为了掩人耳目 波斯后裔们为苏亮 以及其妻子马氏 写了两种文字幕之名 毕竟很少有唐朝人认识巴勒维文 若被人发现娶了自己的女儿 苏亮恐怕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清泽被流放 前程净毁 众则被砍头 小命完完 因此苏亮必须感到庆幸 幸亏唐朝皇帝不懂波斯文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南京出土太监墓 墓碑一行字 解开历史之谜 外国学者说道 羞愧难当 在2010年6月 南京出土了一座墓葬 墓主人就是曾经和郑和 一起下过西洋的太监洪宝 考古学家还在墓中 发现了一行碑文 就是这行碑文的内容 让众多外国学者大惊失策 全都感叹 中国古人拥有这么强大的建造实力 也对之前曾发表的言论羞愧难当 到底是什么碑文 让外国学者惊讶呢 这要从明朝时期的一艘大船说起 《正合传》中记载 当时在明朝时期 曾建造出了一艘长44丈4尺 宽18丈高4丈的大船 经过单位换算后 这艘船的长度为168米 宽度60米 高度12米 以这种建造规模 在明朝时也算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当这些数据被公布后 就受到外国学者的质疑 外国学者认为 按照明朝的制造水平 根本就不可能建造这么大的船 毕竟古代船只都是以木制为结构 先不说这么长的木材 是哪里找得到 就算是当时有损毛结构 这么大一艘船 又是如何建造的 建造后又是如何在海上正常行驶多年的 这么多疑问出现后 也在国际上产生了轩然大波 还有一些外国学者认为 1416年在英国建造的卡拉克船 才是世界上最大的船 它的排水量为1400吨 很多西方国家的学者都认为 中国古代的史书是不可信的 认为在那个时代 明朝根本就没有能力建造出这样世界的第一大船 但根据史料记载 在明成祖朱棣开创了永乐盛世以后 国民经济始终处在强盛阶段 再加上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 也促进了明朝时期航海业的发展 航海业不仅增进了各藩国之间的友谊 还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联系 在28年中 郑和七次下西洋 途经30多个国家 最远地区到达了东非、鸿海和美洲 郑和的船队当时拥有200多艘大船 小船无数 郑和每次下西洋的队伍非常庞大 总人数可达2.7万人 所以为了容纳这么多的人 明朝才建造了这世界第一大船 但还是有很多外国学者 对史书中的记载抱有怀疑态度 毕竟没有真实的建造图纸和资料文献 在南京出土的这处墓葬主人 是明朝郑和手下的副手红宝 而在墓室中 有一块碑文的第一行字就写刻着 重副使统领军士 呈大福等号五千料巨博 其中五千料是代表排水量 换算一下就相当于现在的2500吨 和英国的1400吨排水量比 说它是世界第一大船 真的是实至名归 出土碑文上的文字 彻底让外国学者哑口无言 其实在每个朝代都有其鼎盛的时期 但作为中国人的工匠精神 是没有什么创造不出来的 如秦始皇剑的万里长城 兵马俑等等 这每一样成就 都有祖先的智慧和劳动 在其中体现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